我是Ben 現在我們在的就是東京車展現場 各位看後面就是光陽的展場 那這次光陽他交給Kingko Japan來主辦這場盛會 那究竟這場盛會到底有什麼樣重點呢? 快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由於這次交給Kingko Japan主辦 所以展出的車輛與米蘭車展有所差異 但可以看到在大洋部分 AK-550當然少不了 再來就是G-DINK-250 另外台灣沒有販售的 A-STONE CT-125也在現場展示 以及Downtown 125 ABS 那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在現場展示的Racing S 它是一個特製版本 除了配備不一樣的改裝輪框外 後面還使用了一個特殊的貨架設定 我想這樣的組合也只有日本市場會適合吧 另外也在現場看到了熟悉的字眼 在台灣熱銷的GP125 但是在日本販賣的是海外版本 不論是在車尾的造型還有車頭的造型 以及儀錶板 都和台灣販售的有所差異 另外 在現場也展示了風靡歐洲的大輪鏡車款 Tesley S125 以及台灣熱賣的Racing S150 125 在Ionex的部分 這次展出的主軸就是 Ionex commercial商業版 除了過去我們介紹過的兩輛商業用車款外 Ionex充電座以及商務版的電池 現在已經可以在台灣市場上看到啦 當然最後的重點還是落在Supernex 在日方的揭幕底下 Supernex首次在日本亮相展出 也吸引了大批的媒體真相拍攝 當然這次最特別的就是 除了我們已經看過介紹過的Supernex外 光陽還帶來了全新的充電系統 雖然目前這個充電裝系統 還沒有詳細的規格數據 但是充電裝的出現也代表 Supernex的進度 一直在持續進行著 相信在今年年底的米蘭車展 就有機會看到更貼近量產版的 Supernex車款推出 以上就是這次 東京車展光陽發表會的內容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to1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讓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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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看看 我們下次見